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种制作方法对打板的要求也很高 从行准的角度来看 可能并没有那种一体压着的甲片要好 不过这套由于有上面这些一体的装饰进行线位 所以整体的形还是不错的 整个胸甲从正面来看还是很有日甲的曲线之美的 胸甲的一侧是无缝连接的 另一侧有一个合缝进行固定 整个过渡看起来还是很自然舒服的 不过转到背后就比较难受了 由于单片甲片的连接无法很好地进行塑形 所以背后看起来也是平平的 并没有做出日甲背面那种该有的凹陷细节 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装饰板上面 是做出了凹陷的趋势的 但是过渡到甲片上就没有了 这种单片甲在小比例上如何做出这种弧度 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1比4确实能够展现出很多1比6无法展示的细节 在背后的这个钉竟然做出了橘纹的效果 虽然并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也是感受到了一丝用心之处 甲上的装饰物让人眼前一亮 凹陷的地方是发黑处理 凸起的纹路又通过抛光展现出了铜元色 这种细节程度确实是第一次在量产日甲冰儿上看到 COO的扣子一直是比较喜欢弄个镀金的效果 但是这次用到的是铜元色 我觉得比那种要自然不少 侧面的立板同样也是有纹路的装饰 以及金具的装饰 这种抛光效果感觉做个铜元色的版本也会很好看 接着我们来看到龙手部分 会发现这次的龙手在布面结构上做了调整 前后两侧用的是这种比较华丽的刺绣布 而中间改为了这种蓝色的纯色布 来映衬龙手的甲片细节 可惜的是作为1比4的日甲 所有铁链的连接方式依旧是缝线固定 不过固定的点数很多 基本每隔几个环就有缝线来进行固定 所以整个链条并不会像1比6产品那样松松垮垮 整个形还是有的 不过既然都缝线固定了 如果链条数能够更加密一点就好了 毕竟这么贵的旗舰产品 我觉得龙手值得做得更好 上次的这些甲片做出了花纹的样式 小臂的这个甲片是这套龙手里面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一共9条单独的甲片进行连接 那细看每条甲片的弧度也都是不相同的 整体的观感也很不错 在甲片缝隙之间也可以看到有这个链条的效果 明显可以看到手甲与关图是不一样的 我猜测是在经历了将心伊达大象手的事件以后 临时对这个部分做了一个调整 对整个型进行了一个优化 但是这点让喜欢关图手甲的朋友促手不及 调整型其实我没有意见 但是这里的铜丝竟然都快凹成麻花状了 实在是有爱观瞻 虽然说关图这里就压根没有设计铁链 大货这里追加一条铁链好像是进一步的完善 但是处理成这样实在是有些弄巧成拙的样子了 那么这个龙手你觉得怎么样呢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这个龙手确实要比关图好看不少 那1比4的手型也有了更多的细节 芝加树还涂了光油 整体的拟真度也要高出不少 这次的腰带一共给了两种 除了关图那个锦绣腰带以外 还给了一个白色的麻布腰带 细看白色麻布上也有编织的花纹 下摆从内侧就可以看到这个单片的连接 我细数了一下上面三条的片数是一致的 下面两条每条的假片数量都要比上一条多一片 使得整个下摆整体观看起来是上窄下宽的 配顿的片数很多 数量已经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了 那腿甲是这一款我个人认为比较遗憾的地方 毕竟是19年的产品 所以审美和设计还停留在那会儿 大体上和匠心一打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放在这套上看起来并不臃肿 部分细节处也有所修正 内侧下方做了这个垫皮的效果 竟然是红色的还挺骚气 绑带上也有刺绣的花纹 那铁腹上面是甄环连接的 表面有那种铁枪地的激励效果 脚站的还是挺稳的 脱离支架也可以单独站立 支架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木头底座 后面的支撑杆是金属管 底座上面还有这个金色的名牌 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丝膜的快感 接着我们看到头部 头部这次采用了直发可动眼的设计 发风的连接处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直发的材质是高温丝 比较容易反光 尤其是直发前侧有弧度 在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光源 打开磁吸头部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可动眼结构 有两个单眼可动需要自行调整 我大概试了下 可能这个头更加适合斜眼的造型 整个头雕的面相感觉很古人 就是那种一看就很像古代人的长相 整个脸从视觉效果上来看 眼睛好像有些偏大 沾毯板和九尾板是很大的两块 主要是边缘处理的很好 上面贴绳在下端有一个很隐蔽的收尾 洞穿了整个板以后固定在了背后 另一个下侧的甲片也是单独串联的 固定方式就是直接把这个线圈 穿在这两个中间就行了 接着我们看到头盔部分 潜力采用了拼插式的设计 三个部分都需要插上去 组合度很紧 插上以后非常牢固 茂园的边缘处还做出了这种 真甲上面的金属收边效果 吹反依旧是一个分体的设计 在根部也有两个钉子进行固定 下面这些甲片也是分片拼接的 上面的贴布贴绳异常的规整 这套的品控好像是挺好的 头盔的种类依旧是金兜 但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感觉兜型并不是很标准 头顶的八帆座细节又更近了一步 可以看到有很多细小的花纹 兜的甲片依旧是一个分片的结构 可以看到为了整体的塑形 在绳子的交叉处欠了一个铜棒 这个处理方式挺巧妙的 整个兜从内侧甲片来看 也是异常规整 面甲依旧是劣势面 表面还有一些铸铁的凹陷效果 以及做旧效果 这次的鼻子做了一个分体的设计 贴近实物 把两侧的铜条掰开就可取下 但是比较薄 不建议大家进行拆卸 由于这个头发是一个朝天的辫子 所以为了不弄乱头发 可以取下这个再进行佩戴 可以看到这次面甲的服帖度很好 那两个大袖从内侧也可以看到 依旧是单片甲连接而成的 上面的贴布贴绳依旧是很规整 就是这个绳子的长短控制的不是很好 按理来说 这种毛隐微的样式 从外观来看 中间这一段应该是要再长一点的 所有甲胄穿上身以后 还是很有感觉的 接着看到武器部分 两把刀都采用了石木刀鞘 加纯铜金具的方式来制作 不过这个1比4的刀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了很多 就是拔出来的刀条 看起来比较偏向玩具 主要就是这个烧刀纹做的有点规整 并触也可以模拟真实的拆装结构 均配主体好像是一个合金材质的 只有这个三个金具用到了铜材质 估计是为了控制整体的重量 那铜装式的抛光效果倒是非常到位 接着就是这个振宇芝 上手以后真的是有种武力吐槽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扣子这里 西红柿炒蛋的配色实在扎眼 但是布料上面的花纹 却做了一个粗细渐变的效果 倒是挺漂亮的 绒毛的背部这么大的面积和比例 不做一个刺绣的花纹 确实有点可惜 那穿上身以后的效果倒是还不错 整个屏风也是非常大 由荷叶进行连接 通过磁吸的方式可以替换上面的内容 一共有服饰绘和金箔 两种替换画面 那这个屏风有多大呢 放一个1比6的封尘 让大家感受一下 可动方面和1比6的素体范围是差不多的 但是关节处基本都有齿轮关节 整个齿位呢比较大 保持力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1比4这个比例呢 也很难摆出一些大张力的造型了 站在那里就足够有震慑力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木制的配件 可以把这些装备挂上去 那么这款到这里介绍的差不多了 1到10分 你觉得能打几分呢 请来弹幕发出你的评分 总的来说 这绝对是我目前玩过的最糊气的一套日甲产品了 信息量实在太大 一期视频也很难全面的展示出来 那1比4上手的观感呢 是很有震撼力的 穿上甲站在那儿 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武士一样 这套上面呢 也有很多新的尝试 比如说用单片甲来做兜的下摆 在胸口处做浮雕的纹路 1比4的可拆木桩巨制刀 唯一可惜的一点就是 作为1比4的比例 腿甲做的确实简单了点 但是能做些更复杂的造型呢 会更有意思 在这个比例之下 应该有着更极致的追求 对于价格方面 我个人感觉呢 是有点偏贵的 不过1比4 本来就是一个长鲜的尺寸 在价格和体积的综合影响下呢 预定的人一定不会太多 预定量少 分担到单个产品上的模具成本 就会相对应的很高 那价格呢 也会更高 做这期视频 也是希望能以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套产品 那接受的人多了 这个系列自然会越做越好 那么所有玩家都将是收益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视频的话 不妨点赞转发 关注一下 我是极佳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